随着孔雀声声鸣叫 使得熊猫们都开始警惕 荷叶一个灵魄微不微向大树 在一百米冲刺般速度爬上树梢 二狗紧跟齐后 就连花花也吓得抱着大树 三只熊猫前后往树上爬 游客小孩知乎如同看奥运会一般 但荷叶早已抵达终点 而花花却还在起点 虽然速度不及大家 但花花却没有放弃 努力往树上爬 这种精神值得大家鼓励 因为爬树对于一只脚掌外翻的熊猫来说 真的非常艰难了 本身花花的自制就人短 完全抱不下大树 但没想到花花今天爬了这么高 所以说不管是人 还是其他生物 在关键时刻是可以激发潜能的 花花坐在树叉之间 对面树上还有只熊猫 你望着我 我望着你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是三只熊猫挂在大树上 如同一道亮丽的风景 瞬间把票值拉到了最高 韩爷爷过来收猫 嘴里喊着荷叶 荷叶从最高处往下面滑 这小子不仅上树比猴快 下树也如此之马了 网友知乎 少侠好身手 二狗与和叶都下去了 留下花花独自待在树上 我在哪 我为什么要上来 他们怎么又突然走了 花花一脸的疑问 潘爷爷亲自来到树下喊花花 眼前这一幕也让他为之惊讶 平时不看好爬树的花花 今天却爬了这么高 花花见潘爷爷都过来叫他了 他也不得不下树 老一辈有句话叫做 上树容易下树难 花花是上树难 下树却更难 短时间内要两次挑战自己的极限 花花尝试了很多次 但每次想伸出脚往下滑 都不知道往哪里才 这么高的树 真害怕花花掉下来 但自己爬上的树 魁软也要爬下来 潘爷爷也没办法帮他 毕竟潘爷爷爬树 还没有花花厉害 潘爷爷一直呼喊着花花 对于花花来说是一种鼓励 但就是有点沸腾 花花扭头看向潘爷爷 给潘爷爷招手 这般模样太可爱了 最后在潘爷爷不断鼓励下 花花慢慢的下树了 从潘爷爷过来叫他开始 到花花落地 足足用了十多分钟 而潘爷爷一直养着头 呼叫花花 可见兽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大家不仅要为花花 创造奇迹点赞 更是要为潘爷爷的大爱而点赞 有这样一位饲养员 我们的熊猫宝宝 才会健康快乐地成长